各位下午茶新聞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原子少年的舞力導師田一德 第一眼看參賽者會看哪裡 看哪裡 看臉 就是當然啊 也要看臉帥不帥啊 眼神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你在八大行進中 你覺得最想要很重要 因為我跟土星合作 那他們也是舞蹈的擔當 那其實我在四位導師裡頭也算是舞蹈的擔當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適合地球 欸 結果講個完全不一樣 沒有啦 沒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土星啦 我覺得土星因為他們是跳舞的 然後其實跟我的個性也都蠻合的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蠻適合土星的吧 願意收留我嗎 土星合的第一嗎 影響你最深的舞蹈 小明 小明 影響我非常多 就是他現在比較少在跳舞圈了 對 但是他是我 我會成為這個職業很重要的一個老師 如果今天不能跳什麼地方的話 今天不能跳舞 還缺工作嗎 就是 對 我可以去打工嗎 因為小時候就從小學音樂 學鋼琴 然後呢 我其實我還是蠻喜歡就是 饒舌啊 就是hiphop 文化 就是如果不能跳舞 我可能還是會想要從事相關的文化的產業 哪一種亂動作 欸 你是那個田二德對不對 沒有啦 開玩笑 開玩笑 那個伴舞的可以閃邊去了 這種的 就是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曾經這樣就是 比如說接一些工作 但是就突然被這樣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 哇 覺得蠻不尊重 蠻難過 蠻生氣的事 對 可以再玩這幾次嗎 喔 上半身好 OK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就是街舞的時候 我跟小豬 豬哥隊長 對 沒錯 我就是過 然後我們就加一個wave來囉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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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我覺得還是最主要還是喜歡 喜歡 就是想要一直做下去 因為其實我也有曾經嘗試 想要就是做不同的工作或產業 其實有一度有想過 但是還是喜歡熱愛 我覺得我就是要跳舞 然後到現在是我覺得有更多的使命感 就是我想要為這個環境 就是為跳舞的環境或者是後輩 像剛剛講街舞的價值可以更提升 我覺得後來除了愛跳舞 我更愛這整個文化 就是其實跳舞這職業 那時候我媽也是還是會有點就是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跳 要玩到什麼時候 還是不知道這可以當成一份工作 那我那時候其實我用的方式 是我就跟我媽打賭 反正就兩年啦不要管我 就是如果我人生就是 假設好我退伍23到25 就是這兩年我覺得 我去做一個我喜歡做的事情 那真的不成功了我也試過了 就是看原始少年的弟弟們 沒有啦沒有啦 對不對就想再年輕一次 挑戰嗎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最近有在做一些自己的 跟一些藝人朋友做一些音樂作品這樣 就可能也會想要慢慢的 把音樂結合舞蹈 用舞者的一些節奏感去 跟製作人討論做出一些比較 跳舞人會喜歡 然後也有感受的音樂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還是要 我覺得要相信自己 其實過程中會遇到很多的挑戰 甚至是有時候 節目可能製作單位會突然就是 我們會變不一樣的錄製 或是不一樣的考題隨時都會有 然後又是團體 所以其實我覺得要相信自己 這四個揮灑青春汗水 充滿挑戰的原宇宙 四月十七日起 週日晚間八點 TBS四水二頻道 原子少年